王一博说我已经做好了演员的工作热烈路演最后一战泰国 路演现场因为是热烈的最后一场路演 所以大鹏导演真诚地感谢一博 然后大鹏导演说希望这个电影能够不辜负一博对这个电影的期待 然后就这句话王一博给予了导演暖心又真诚的回应 然而可笑的是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 还有人总想着再搞文字语 天天盯着别人说了什么 断章取义的恶意模糊掉前因后果前后语境 去截图片段然后造谣污蔑 一次两次次次都拿这种把戏来害人抹黑人 是有多怕王一博 是当别人都没看过路演现场真实视频吗 本是一段暖心宽慰导演的话 也能被人恶意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解读 进而造谣污蔑黑子们为了黑王一博 真的无所不用其极费心了 原视频现场对话大鹏 我和一博其实是一样的人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述自己的情感 也许内心已经波涛汹涌 但是说不出来 我们的每次相聚分别 我们其实都是把它简单化处理 但今天不一样 因为今天我们为这热烈 现在曼谷 这是我们最后一场 可能紧接着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接下来的事 我看着一博从邀请他来这个戏 那慧儿他24岁 然后拍戏时他25岁 然后他现在26岁 热泪这部电影当中 其实我们彼此陪伴了很长时间 所以我很喜欢跟你一起工作 看着王一博 也希望还能有这样的机会 不对他当时才23岁 所以希望这部电影 能够不辜负一博对电影的期待 因为导演这句话 接下来王一博才回应导演王一博 然后导演刚刚说 希望不要辜负我对热烈的期望 其实我现在拍的电影也不多 但是每一部电影我都是在享受他的拍摄过程 我觉得我每部电影的拍摄过程都很享受 都很快乐都有学到 包括在热烈的一个夏天里 我也是很开心的 所以作为演员 我觉得我只要享受了 我只要认真完成了 认真对待他了 之后电影怎么样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做好了我的演员的工作 这是对热烈的总结和告别 也是对大凡导演希望这个电影 能够不辜负一博对这个电影的期待的 最真诚最温暖的回应 导演怕辜负了一博的努力和期待 而一博做出了最暖心的宽慰 努力了总会有人看到 王一博的真诚 努力通透扩达 加上他超强的天赋和实力 注定了他会在演员这条路上 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期待演员王一博 未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